雁柔中英参加全明星运动会知名度大开 他今日在社群平台突然宣布怀孕消息 震撼演艺圈 不少圈内好友都纷纷留言祝福 雁柔中的演员男友杨梦玲在IG写下生日祝福 这几年对于生活有了新的共识 一起规划了未来 附上承诺 也达成了彼此的小小心愿 嘿 生日快乐 两人也晒出合照及超音波照 宣布准备当爸妈 其实2021年实验柔中 曾被拍到和师弟杨梦玲吃饭约会 还一同回南方家 当时他表示和杨梦玲很熟但不来电 如今双喜临门 任爱又宣布怀孕 让不少粉丝超意外 他很期待婚礼 然后也很期待很兴奋 很高兴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 这样子 那有跟你们透露生子计划 还是他说今年不会这样子 我们昨天是住在这里 然后四个人跟Sandy一间 对就一起睡觉 那他心情怎么样 他很开心 他很开心 也很紧张 也很紧张 没错 那你们有特别做什么 就是准备什么贴心的礼物 要送他还是 我们都是特别陪他睡一晚 好姐妹的代嫁女儿心 有特别跟你们说吗 他很期待婚礼 然后也很期待 很兴奋 很高兴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 那有跟你们扣漏伸子计划 他说今年不会这样子 很替他开心 因为这一刻我们也等了很久 所以Sandy睡得很好这个 他好像 因为我跟小红跟Sandy 是睡在同一张床 但我好像没有感受到她有动 你有感觉 因为晏如就从头睡到尾都没有动 所以他根本也不会感觉到Sandy有在动 但是我觉得Sandy应该就是睡睡醒醒 对啊 因为早上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蛮有精神的 然后那时候我们还特别录了一段影片 就是每个 哇他今天要出嫁了这样 好像昨天晚上就很开心 但是又很紧张的感觉 他就说他等这一天真的等得非常久 所以他很期待 到底聊一下新郎的用途 做事很负责 很认真 很用心 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所以都常常能够去接到Sandy的感受 Sandy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责心的男生 我们都相信他会是一个朋友的 哦 我就是因为我跟他一起工作 然后 呃 假设Sandy有任何的状况或什么的 他即使有一些很忙的情况 他还是会尽量的能够去 呃 赶到现场去 帮助Sandy去陪伴他 或者是去跟他说说话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在很多男生来讲 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那一位我觉得你很贴心 很赞娘 很充满很成熟 他有很多 他在跟我求婚 对啊 为什么我感到好像 你求婚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一位我觉得你很贴心 赞娘 很聪明 所以他有很多 我 我求婚 对啊 为什么我感到好像 我求婚 你求婚 哈哈哈哈 干嘛 还是你 你要提了 好了 我完成了这个炫望啊 等一下 所以你要是 好 那不快 太多玩了吧 好 就这样好了 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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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不跟我想摸你 OK啊 我跟他彦姐讲 你 你 你為什麼 我摸了 慢慢的陽光面紅的 可愛女人 可愛女人 有沒有 有 來 她說 她說 她慢慢的 妳 妳想跟妳那個比 說我錯 妳沒辦法 穿成這樣 我穿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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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穿 有 妳要幹嘛 穿成這樣 穿成這樣 各位 恐怖單元來了 瘋狂大逃生 穿成這樣 穿成這樣 各位 就地重游 就地重游 妳在幹嘛 妳信不信我 想摸妳 OK啊 我跟他彦姐講 妳為什麼 我摸了 好 來 過來 兩位 走 走 走 恭喜黃隊獲勝 YES 等一下 還有飄飄草 不好意思 怎麼了 昨天還沒結束 走 他們 走 離開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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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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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獲得不一樣本質的回憶 然後好像還有一個王品浩的體驗 對 我覺得蠻意外 其實好像大家 所有的觀眾他兩邊都有在看 所以就是他們當然會擔心說 那我是不是在這中就消失了 但是也會在這邊幫我打個打擊 那我喜歡這樣 那我喜歡